6月1日 郭富城担任大使出席某艾滋病关爱活动 曾在电影《最爱》中饰演艾滋病患者的澄澄 对艾滋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大方分享在剧组与患者相处的经验 活动现场郭富城主动与感染者握手表达关怀 让患者十分感动 不仅如此 澄澄还呼吁众人帮助关怀艾滋病患者 希望大家能够可以 马上积极地去帮助那些 有艾滋病的一些受害者 一些患者 让他们能够可以有更多勇气 走出社会 希望他们可以活得更精彩 虽然澄澄希望别人活得更精彩 可怎么样也不值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姿 日前澄澄前前前女友中立体在台湾参加活动时 调侃郭富城换邪论 言外之意表示郭富城不是好邪 戒备心相当重的澄澄在记者刚准备问时 就立马变脸拒绝回应 请拍下中文台在台湾 我不说了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谢谢